這一題的話主要就是說 當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假設你有跨工作表的需求的話 當你可以第一步先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那第二步的話再把它變成VBA 變PBA的話其實可以先做第一個步驟 就是單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去思考什麼 思考那個跨工作表的應用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 比較常會用到的切換工作表 那所以有一個所謂的敘詞 敘詞哪一個工作表點Slater 這個動作 那當然呢將來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不想切過去的話 那其實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在哪一個 Range或者是哪一個Sale 範圍或者是儲存的前面就直接加什麼 加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啦 那如果你不用點Slater 不用這個回圈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 這個敘詞有沒有 直接就把它放在 這個的前面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在哪個工作表的哪個儲存格 像這邊也是一樣 哪個工作表的哪個 哪個儲存格或哪個範圍 但是這樣的寫 要寫很多格 每個前面都要加 所以導不如你就一個 一個就OK了 就是寫在哪裏 寫在這邊就可以了 OK好像用點Slater比較簡單 比較相對簡單啦 OK 那最後的話這一題的話就把它存檔 還有剛剛講到這個有關 政列的部分 這個的話寫法其實 也許後面還會用到吧 因為只要你 要做的是 清單類的 其實都會用到一個正列 OK 那最後的話呢把這個把它存檔起來 記得 存檔的話因為這個是 預設的話是沒有啟用巨型 所以按否 你存檔按否 然後記得 這邊呢 存檔的時候記得因為裡面如果有 寫VBA的話 一定要 把它 改成 所謂的啟用巨型的活業簿 不然的話 像剛剛如果你選擇是的話 那VBA就全部消失了 那裡面的層次就不見了 而且 就不回來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存檔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OK把它關掉 那再來的話 剛剛同學有問到那個 是不是可以用WIS 對可以用WIS WIS 就是WIS後面可以加上那個 比如說SHITS 擠啦 但是如果以剛剛那個程式來看 好像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因為呢裡面還是要寫WIS 然後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呢在每一個儲存格前面都要加點 所以看起來 我的習慣是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理論上 這一題的話 相對還是比較適合用點SLATE OK 你說用WIS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程式會比較 相對隱藏一些些 大概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其實程式當然沒有標準答案啦 只是像我自己的習慣是 寫得越清爽 越直覺越好理解 當然就是好的寫法 OK 好 所以這個當然是每個人寫的 習慣跟風格 那當然你自己以後也要慢慢 懂得如何判斷 哪一種寫法會 寫起來 比較清爽 那相對的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OK 所以那個可能慢慢你要習慣 就是說程式寫的短然後呢又不容易出錯 可能還是要去 稍微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請各位 幫我開一下 326這一題 人事 人事資料分欄這一題 因為剛剛那一題的話 主要是用到那個V度函數加定義名稱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基本上就不能用V度函數了 那我們的需求 上禮拜講過 就是呢 請你把什麼 把這邊delete掉 那我們希望看到 其實就是把這邊的資料幫我帶過來 然後讓他長得像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Ctrl向下 他總共有 33列 扣掉 上面這個 其實32 32除以 4 剛好就是8列 OK也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這邊的資料 1234 1234 帽號後面的東西放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規則性的 這一個 放這裡 這一個 放這裡 一直在推 那一個放完之後的話 換下一個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那當然呢 如果你用那個 剛剛用 V度函數 以這一題來看就不OK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比較簡單 當然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 裡面 看這邊用函數 如果不能用 這個 V度函數的話 那用哪一個 比較OK呢 這裡的話 跟各位講 你們可以試試看 其實方法很多啦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 查閱與參照 其實這裡面的話 這個index也可以 index也可以 甚至 Lukav應該是不行 match match的話 只是找到 好像也不行 所以只有這兩個 還有呢 還有像那個什麼 Offset應該也可以啦 不過 裡面拿一個比較簡單 其實index應該是最常被用到啦 但是其實你說簡單 好像也簡單不到哪裡啦 不過你們可以看index 再找按確定 它有引述 我們用第一個引述 它其實 觀念上面就是說 第一個 你的範圍 剛剛有看到這個 Array的話 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圍 它這個清單範圍 所以 清單範圍在哪裡 從 Ctrl Shift向下 到 B33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 它的範圍 那我們要的是哪一個呢 第一個 所以你跟它講說哪一列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第一列 哪一籃因為它只有一籃 記得喔 這個array指的 這個籃指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 因為只有選一籃所以這邊一樣一定也會只有1 那當然你可以觀察一下 它其實 會變動的話 籃一定不會變 所以喔 這個範圍 跟這個 籃 都是固定的 會變的呢 只有這個 哪一列 所以喔 會變的只有這個 當它是 這個什麼呢 當它這個儲存格的話是1 可是換下一個的話要變2 下一個變3 下一個變4 所以呢 再來就5 6 7 8 9 10 11 12 有沒有 13 14 15 16 所以喔 如果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row number的規則先建 之後的話 把那個規則放在這裡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把資料抓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可以12345678 把這個數字叫出來 當然這裡的話 你可以再學會 幾個函數 第一個的話column 那column什麼意思呢 按確定之後你會把一向右拉 4567 好接近喔 我們可以怎麼樣 如果要變1234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數字 減掉多少呢 減掉3就好了 有沒有 那這個column指的是你目前在第幾籃的意思 第一的話剛好第4 然後向右拉 4 5 6 等於有沒有1234 那向下的話呢 還是1234 我跟各位講 column的話 他只會管你的籃 而不會管你的列 所以如果你將來呢 希望向右 向下的時候 那當然呢 如果可以向下一列 就幫我加多少 加4的一倍 4的兩倍 4的一倍就5啦 有沒有 所以5 6 7 8 然後在4的兩倍就8 所以 9 10 11 12 4的三倍的話呢 那就12 變13 14 15 所以喔 我只要滿足這個規則的話 那我似乎就可以把我要的這個結果給做 所以喔 我可以在這個公司後面再加上 加上列 列的變數是Row 顧名是Row 那這個Row的話呢 剛好跟那個column類似 他只會 知道說你現在是在第幾 所以現在得到應該是2啦 第2列 那所以呢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喔 如果他下一列就加4的一倍 目前這一列 不要加4的一倍 所以把他減掉 減掉2 減掉2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他歸零 瓜虎先記得先 把他目前所在列減掉 就 2減掉20 乘上4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目前這一列 我不加4的一倍喔 可是呢如果你下一列 那這Row的話變成3 3減掉2 剛好1就4的一倍 那剛好滿足 所以再來就4的兩倍 4的三倍 4的4倍 所以喔再加上前面1 2 3 那不就 等於 得到 我們要的那個公式了嗎 所以打勾 看一下 1 2 3 4 然後向下是5 6 7 8 對沒錯 90 11 12 那一直往下 剛好就到32 所以呢我們很快的喔 利用Current Current跟Row這兩個函數 可以把什麼 把我們要的這個數字表格先做出來 那這個數字表格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可以再把這個數字表格 的這個位置喔 放在剛剛的index 裡面 其實OK的 所以喔 1到32的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 減下 插入剛剛的那個最近 使用過index 然後呢 這個是固定的 B2 Ctrl 4向下 所以喔這個 把它按F4好了 F4的話就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那這個的話就剛剛的公式 Current -3 刮弧 Row-2先刮弧 乘上4 OK 然後這個的話固定1 因為這個範圍就一欄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向右 再向下 然後把欄寬拉寬一下 你會發現喔 他很快的就1234 1234 就分別幫我把資料呢 全部都放到這裡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啦 第一階段喔 記得用Column-3 加上Row-2 乘上10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Row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OK 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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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